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五 虎市很快會步入10月份的下旬 即是到下星期開始 整個市將會漸漸受到 今個月期指轉倉及結算相關活動所主導 由於整個10月份暫時仍然先高後低 而且他們的高位是很遠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問題是今個月的低位會在哪裏 即今個月的期指會跌到多少點來進行轉倉及結算 先看看昨日的市況 昨日早市行指先高185點去到20471點 之後曾經有一輪的秋升見過20783 這一刻相對早日來說市是升了497點 但買盤不足 加上沽壓亦浸漸漸漸漸 結果到下午時段指數曾經到達大跌309點 而低見19977 在末端有少許回運 所以指數最後收在2079點 仍然跌207點 成交金碼有少少萎缩 只有1,912億 一直以來成交金碼都是2,000或3,000億 昨天終於跌穿了2,000億 其實也很正常 市況越來越反覆不明 而且整個反覆逐步試底形態完全沒有改善 今日資金稍微採取官網態度 這是很正常的 看看10月份的事 形態當然不知仍然是先高後低 相信很難去改變 指數由7日高位23,241點 一直跌至昨天17日低位19,977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已擴闊到3,264點 其實3,000多點的波幅已滿足了整個月的要求 問題剩下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都會抹得比較闊 我亦說了 如果10月7日出現今個月的高位 而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低位一般來說都會在 中巡美甚至乎下巡視粉絲出來 按照現在的情況 我相信暫時是處於一個 反覆逐步向下沉底的形態之中 到底低在哪裏呢 或者還要跌多少呢 我們不妨計算數 我一直強調1點 有8月5日的低位16,441點 一直升到10月7日的高位23,241點 8個星期升了6,88點 如果市需要回調這跌幅的一半的話 指數是有機會再低見19,841點 實際上這個距離昨天的低位 都是相差的80點而已 再有少少反覆 可能指數是會下市 今年第一個升浪的浪頂 就是5月20的高位19,706點 往後的走勢怎樣看呢 就是到時才再說 至於反覆回調的時間 升了8個星期 你要回調2到3個星期很正常 由10月7到現在 今天已經是2個星期有多了 那就是去到整個10月底之前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憧憬 不過跌得深 可能一些維穩的買盤 都要在低位稍微作一些維穩的部署 從而將市場斷定下來都不頂 有一點大家都要想想 中央政府一直都有政策出台 這次政策來得很空 所以引發股市的投機性的上升 是來得很快 問題是政策現在有少少是放慢了 放慢而已 就代表不會再施行 就是大家要想想 這一陣股市上升 當然不是由經濟好企業人的賺錢 從而引發了牛市的重現 事實上經濟現在仍然是不明的 就是說這陣股市純粹是由內地的政策 中央政策的刺激 以及熱錢的推動 或者簡單說投機的買盤所造成的 問題是政策是不是從此不再出呢 我覺得不是 第一步走了 我覺得它應該有第二第三步 不過時間就掌握不了 是要給少少耐性 既然是這樣的話 市場就算有少少反覆也好 理論上也不會像年中一樣 不斷向下沉底的格局 還有 今年第一個頂是5月20日 19,706 第二個頂是23,240 直到今天來說 都是一頂高於一頂的 好了 早市分析就說到這裏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